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现在呢,很多人因为高龄化的问题 所以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计划 那对很多有毛小孩的族人来说 他们会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哦 因为如果有一天自己先去跟上帝喝咖啡了 那家里的毛小孩该怎么办呢 现在在美国呢,就有人将农场改造成宠物养老院 让这些高龄的主人呢,可以无后顾之忧 未来也可以将保小孩呢,有一个很好的安置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宠物养老院长什么样子 美国有一对夫妻买下一座农场 起初呢,他们只是想要在农场种菜 享受退休生活 后来他们决定把农场改造成老猫养老院 名叫Cats Cradle 收留那些因为前主人的死亡或疾病而被遗弃的老猫 他们除了欢迎那些因家庭变故而无法释养的四主外 跟自己走访各地收容所 希望能给无数的老猫一个温暖的家 养老院温馨又自然 有专门设计给猫咪的跳台 踏进养老院会看到许多猫咪自在 懒洋洋的散步跟吃饭 2016年,他们设计了一座蝴蝶园 每一只过世的猫咪的骨灰都会洒在这里 他们希望猫咪的灵魂像蝴蝶一般飞舞着 飞向极乐世界 他们照顾着30只猫咪 每个月的伙食费、医疗费等开销也相当的庞大 每个月光是照顾这些猫咪 就要花超过600美金 所以他们开启了募资专案 希望能尽可能地照顾这些猫咪 让他们在幸福的环境下离开人世 在英国也有一间 由英国信托基金会设立的猫咪养老院 这里的客户大部分是担心自己去世后 金刚宝贝没有人照顾的四主 而养老院的环境良好 猫咪在这边可以享受到顶级的猫食 以及各种设施 是个能让主人放心的好环境 除了正职人员之外呢 还有许多志工会帮忙照顾 在养老院的设备十分完备 不仅有三个配有暖气的起居室 房内还有加热的床垫 沙发 壁炉等 起居室的采光也十分的充足 可以让猫咪们好好享受日光浴 养老院里甚至还有自己的医疗手术室 方便为猫咪进行治疗 猫咪的主人支付850英镑 约台币4.2万元 就可以将猫咪送到养老院里 至于其他的治疗费 会由猫咪信托基金会吸收 基金会则透过募款的方式来维持运作 未来呢 毛小孩的安置问题 他这样的需求一定是越来越高 像之前新闻中 就是香奈儿的创意总监老佛 也在去世的时候呢 将自己大笔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家猫 那一样呢要去交代信任的人去照顾他后续生活的一切 也因此呢现在很多族人其实考虑到自己之外 当然也会考虑到毛小孩的部分 像台湾呢目前好像还没有机构 在做类似这样子的服务 那像我们之前影片有提到说 有业者就是对做宠物乐园这样子的东西是有兴趣的 那或许呢这种宠物养老院呢 跟他的宠物乐园去做一个结合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大家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